12月24号 以鸣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 中国红色电影盛典启动仪式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天为了给活动宣传造势 中国电影家协会众领导 安徽省新闻出版局代表 及众位红军后代 也是齐齐现身 要知道盛典旨在通过 微电影的艺术传播形式 诠释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既然当天咱红军后代也到场了 自然就有记者问及 看过这年代电影《芳华后》的感受 这部身为胡政仙老首长的女儿 回答的也是相当直接 我不知道这个话说起来应该不应该 因为我曾经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当兵 而且我是在昆明军区 我曾经是在那个年代和在前线走过的 我觉得不完全符合我们当时的情况 那话说回来啊 既然当天咱是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 不知在您心中的红色基因电影又是什么嘞 现在有些年轻演员可能对生活或者对那段历史理解的不够 我就希望将来能够多了解一点历史 多走向生活